好 恰似你的温柔 这首歌蔡琴的原调就是G调 而我之前拍的教学视频是C调 适合男生唱 但是女生唱就会太低了 低不下去 我们试试看G调 然后这里面有几个讲究 我分别说 这里有歌词与和弦 每个和弦写在哪一个字上面 那个地方就是要换的 这点要很坚持 比如说 某年某月的某一 天的时候就要换 那万一你来不及换怎么办 你的手要等你的嘴巴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一定要等 不能嘴巴先跑了 然后手再去 再来就是我右手怎么弹 我右手要弹 R323 B323 这个弦从这边数到这边 就是123456 它R呢 在每一个和弦的R是不一样的 我会标注为空心的圆圈 至于哪个是哪个 看了这个图就知道了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常常会找不到第一个音 那我这里有个绝招 就是我在那边标注了一个红色的点 就是二弦的空弦 那当然你真的在唱的时候 不要一直一直某某某 人家还以为是牛呢 就是 差不多就好了 假装很陶醉 你不要这样 不可以这样 再来有一个小技巧 待会我演出的时候 你会发现 就是 右手 只要没有拨到的弦 我都会不按它 偷懒 比如说G和弦 明明是三只手指 我会把四只翘起来 因为反正 五弦没有弹 而Em更夸张 我按的是四五弦 但是我手拨的是 R就是六 三二一 所以没有四五 所以我每次弹到 Em和弦的时候 我就会 发现了吗 我按跟不按 听到的声音是一样的 好 你试试看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那你开口到再见 就让一切走远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让它淡淡的烂 让它好好的去 到如今年复一年 我不能停止怀念 怀念你 怀念从前 但愿那海风采起 只为那浪花的手 炸死你的温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